大家好 我們是無雙樂團 今天有我 麗絲呢 還有小彩 我們兩個呢 在今年的除夕前呢 抽了一個空 然後呢 很開心呢 可以跟小朋友們吃吃飯 然後聚一聚 今天希望呢 我們呢 可以帶給 送暖暖的 溫馨的一個年夜飯 希望他們可以開心 開心嗎 開心 那今天呢 我們還特地來到呢 吃就是 火鍋 那希望呢 他們可以很溫暖 我們 這次呢 就是 讓他們能夠真的吃得很飽 然後讓他們過一個暖冬 希望他們有個非常好的過年 當然 我們今天準備了紅包 那要送給小朋友 我們最重要的就是 在年夜飯一定要說吉祥話 你準備好了嗎 知道嗎 那等一下要說一句祝福喔 祝福大家的話 還有祝福姐姐的話 好不好 好 一元復始 哇 一元復始 還有什麼 三星報喜 哇 三星報喜好棒喔 新年快樂 那要乖乖喔 要用功讀書 要乖乖長大喔 好嗎 好 那 現在換我們小彩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無射願團小彩 你有沒有吃飽飽 你有沒有吃飽飽 很開心呢 我們還跟媽媽一起 然後我剛剛偷偷問了小朋友 準備了很多吉祥話耶 他說準備了十句對不對 那我們要聽聽看你要跟我說什麼好不好 你想要說什麼 年年有餘 年年有餘 還有什麼 今年是狗年耶 你覺得 還要不要跟大家 跟我們大家一起說 再說一句狗年相關的吉祥話 十全十美 十全十美 耶 好開心喔 那我們現在就要把這個紅包 交給我們的小朋友 開心嗎 你今天有沒有吃飽飽 有 吃飽飽 謝謝 也謝謝我們的媽媽 那我們接下來呢 是不是還有一個紅包也要給媽媽 因為呢 真的是做家長的很辛苦 那今天呢 我跟小彩呢 也一起呢 要送給媽媽呢 這辛苦的紅包 希望媽媽呢 就是在未來這一年都能夠 事事順心 然後照顧小朋友辛苦了 謝謝 謝謝 那在這最後呢 就祝福大家 希望大家 今年2018年呢 能夠狗年新大運 然後希望大家呢 不管在事業方面 還是家庭方面 都能夠夠夠夠 都可以非常非常的完美 非常美好 那大家別忘了 就是如果呢 在你幸福的時候呢 希望大家呢 可以動 希望你們大家可以 跟我們一起 做做善行 如果有多餘的零錢啊 或者是 能夠捐款的話呢 當然能夠希望可以幫助我們的小朋友 讓他們呢 不管是明年 後年 大後年 都能夠有一個很好的過年 甚至呢 他們的午餐費呢 也有著弱 那希望大家可以跟我們一起做愛心喔 新年快樂 我們也有紅包 喔 我們也有紅包 謝謝 嘿嘿嘿 那我要祝福 那我也有個吉祥話要送給你們 就是這次呢 特別很感謝說 就是無雙樂團的麗絲還有小彩 還有這個秘書長 紅心智慧秘書長 約我們一家人來團聚吃年夜飯 我們真的非常開心 那我也有吉祥話想要送給你們 就是祝你們這個沸沸揚揚 過新年 哇 好棒喔 謝謝 祝福你們 開花結狗 謝謝謝謝 謝謝 那真的要祝福媽媽 希望在明年後年啊 然後不管是未來 然後不僅是小朋友平平安安順勢力力長大 那媽媽的也要健健康康喔 然後永遠那麼青春美麗 那就祝福大家新年快樂喔